台湾美术院创作全国巡回展 昨天在洪宫称美术馆展出 包括有江明贤院长25名会员参展 美名院士精选美术院院士之书画、版画以及美术论著 画风独特优美、领域有别 开幕会场县长赖峰伟、议长刘成昭林共同出席 赖县长也表示希望借由展出 促进台湾、澎湖文化艺术界的交流 借由互相切磋观摩 共同为台盆美术发展奉献心力 台湾美术院能够在洪根森 它本身也是我们的院士 它就戳手说是不是来这个地方展览 我们估计很像 觉得说来这里展览应该也不错 可是呢因为我们文化的部分 画很大 就是一笔号以上 所以我们在中途就是台北展完了以后 又稍微调整了一下 把一些作品稍微缩小一点点 然后到这地方来展 那彭武县这些年来一直有这么多这么多的文化艺术的助益 那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尤其是我们又多了 洪根森美术馆这边的这个场所 大概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 大概就是 黄秀雄艺术 那廖秀平艺术 还有何怀崇宜艺 艺术 黄光博艺术 江明贤艺术 大概几位艺术他们发行 那么最主要呢还是 希望透过美术的研究 这个论述 把这个基础啊 这个创立 创这个成 先把这个基础弄好以后 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成品 然后把它展出 带动我们台湾的美术界 然后呢 进了两岸 或者国际 再来发展光大 我想这个目标是非常的严大 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台湾美术院执行长李正明也介绍 这一次澎湖巡回展 因为疫情突然骤身 原以计划前来参与盛会的创办人 绑画家廖修平 莫彩画家江明贤 军医年税极大 考量身体状况临时取消 由副院长钟有辉率院士林雪清 林昌德黄竹清 与在地的洪根针代表参与 希望疫情过后能够号召 所有47位院士 共同再来澎湖举办大展 今天这个作品可以看到 看到什么呢 看到好像木纹 然后又好像看到人体 那其实这个比较心相似的 就是说这个木纹它值得看 那么它可能就是木纹 可能就是一个山 可能是一个屏障 那如果打横着看的时候 其实它看起来就像海洋 台湾美术院副院长钟有辉也表示 台湾美术院以从事美术创作和理论研究 促进产观学合作 拓展国际以及两岸艺术交流 以及资源共享 推动并提升台湾美术发展为中指 借由梳理战后台湾美术史料 作为后人深入研究的基石 进而加强厚实台湾的艺术根基 这是台湾美术院第一次跨海来到里岛展出 同时也感谢澎湖政府和议会的重视 希望将台湾的现代艺术在澎湖也看得见 这一次由24位的会员参展展出30件的作品 33件的著作 展期一直到6月26号为止 也欢迎乡亲踊跃前往观赏 记者王海龙报道